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大家好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 要健身不伤身 在运动的过程当中 怎么样才能够避免关节的受损 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能够强壮我们的关节呢 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将继续和您来聊这个话题 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三位嘉宾 欢迎大家 各位都有平常健身和运动的好习惯 是不是 那有什么样的一些运动 现在是特别受到大家的欢迎呢 咱们来看一看 小月你平常特别喜欢跳芭蕾是吗 对 差不多跳了超过十年 一直在跳 一周上四五节课 坚持了十年 可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我知道紫燕是一直踢足球是吧 对 因为我们是有一个足球队 所以每周就是说 旁边都约好了 然后每周要踢至少两个小时 我足球 篮球平时都爱去 因为我从小就比较喜欢球的运动 足球 篮球 周末都是约上 一帮好哥们一块去踢一踢 对 基本上每周都去 我相信大家 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 一方面是享受着 跟团队跟队友一起 运动带来的快乐 但另外一方面估计也不少受伤吧 当然了 您知道是像这种足球运动 它的对抗性非常强 也很激烈 所以膝盖都有伤 我体重比较大 然后跑起来呢 就所有这些关节 基本都扭到过 芭蕾舞它有很多跳的动作 所以可能我的膝关节的损耗 会比同年龄的人要多很多 所以各种各样的运动 虽然我们在享受的过程当中 非常的愉悦 但是无形当中 这样的一些运动 都有可能会带给我们 关节的受损 那么刚刚我们在屏幕上 看到的那么多的运动 最主要会带来 什么关节的伤害呢 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专家 让我们欢迎来自于 北京鸡水台医院的 王雪松主任医师 您好 王主任 欢迎您 主持人好 各位嘉宾好 王主任 刚刚我们在聊的过程当中 三位嘉宾提到 在运动过程当中 肌关节甚至是全身各个关节 都会受损 按您的这个研究方向来看 在众多的运动当中 最容易伤害到的 是什么部位的关节呢 这些运动呢 我们说最容易伤害到的 还是怀关节 据统计它的损伤的发生率 在整个运动损伤 大概是21% 大家可能对于这个怀关节 平常啊 了解的真的是不算太多 我们呢 先可以拿上一个道具 帮助大家更好地 来认识我们的怀关节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怀关节 它其实是连接我们小腿 和足部的这么一个关节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关节是非常小的 它只占的面积非常小 所以我们在这么小的面积 要承担 几乎整个人体的体重 所以我们说呢 怀关节是人体单位面积 承担负荷最大的一个关节 那么我们需要 怀关节的骨性结构 首先要正常 就是颈骨 聚骨和肺骨 要正常 那么周围呢 还有这些韧带 就是内侧腹韧带 外侧韧带 下颈飞联合韧带的结构 当然还包括周围的肌腱 还有连接肌腱的这些肌肉 包括内侧肌群 后方肌群 前方肌群 还有外侧的肌群 我们这些结构呢 要比较完美地配合 我们才能完成 我们正常的行走和运动 如果我们这些 任何一个结构 出现了问题 它都会影响我们 怀关节正常功能的发挥 那么在我们运动过程中 那么某些结构 就很容易受到伤害 那现在您的怀关节的情况 究竟如何呢 在运动的过程当中 是否会容易发生损伤呢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将带着大家 一块来完成三个 非常简单有趣的小测试 第一个测试呢 是来看看我们的 下肢平衡能力 这一点我不是特别地清楚啊 王主任 我们要想了解 怀关节是否容易受损 跟我们整个下肢的平衡 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们的下肢平衡 是非常重要的 特别是我们在完成 某些激烈的运动的时候 因为我们不一定 怀关节是保持在 一个直线的位置 我们经常会出现 扭曲的情况 那么如果我们 平衡能力比较强呢 我们怀关节周围的这些肌肉 它协同作用 它能够保持我们的 这些平衡的位置 那么我们就 不太容易受到伤害 那这个测试 应该怎么样来做呢 我们需要让嘉宾 把双眼闭上 然后做这种 单腿站立的这个动作 当然这个动作有要求 我们要求嘉宾呢 至少要能超过十秒钟 两个脚交替的来测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看看 三位的表现了 当然我们得提醒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如果您稍微上点年纪 在家想同步参与 我们的测试的话呢 最好旁边要有人保护您 千万千万不要受伤了 小月先来吧 我感觉你的摄影视标 能力应该比较强 看看你的表现啊 测试开始 请闭上眼睛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哇哦 好厉害 再试一试 对 开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哇 一 二 三 四 五 换一只脚 你先这样平静放松 别着急啊 好 先闭上眼睛 三 二 一 开始 一 二 三 四 我这是犯晕 我也比较远的 四秒 开始 一 二 三 四 换一只脚 还是闭上眼睛 一 二 三 尽力了 尽力了 那现在测试的结果呢 应该已经出来了 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经济独立测试的结果是 紫燕 未完成 刘畅 未完成 小月 完成 那么为什么要强调 品分能力尤其重要呢 因为我们所有的运动 启动的关节 还是从怀关节开始 什么叫启动的关节 就是我们任何要做起跑啊 跳跃啊 我们首先得把这个足根抬起来 所以这个关节呢 它是我们做动作的 这个启动的源头 如果平衡能力好呢 我们就能保持这个足 在我们启动 还要我们落地的时候 能够平衡 但是我们这个平衡 如何来实现呢 就是要通过我们 这个肌肉的作用来实现 当然我们怀关节小腿周围 它有不同的肌群 包括内侧肌群 后方肌群 还有外侧的肌群 所以这些肌群 它协同作用 能保持怀关节平衡 那我们的平衡能力增强 我们运动能力会增强 如果平常锻炼的不够 那么这些肌群 它失去它的平衡 那我们在起跑落地 运动的时候 它可能外侧肌群利弱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在 怀关节在落地的时候 它的位置会出现偏差 就会造成我们周围的 肌腱这些组织 它承担的负荷就更大了 所以在运动过程中 它就容易受伤了 我相信可能爱运动 尤其是爱踢足球的 这些男孩子们 一定对这个伤害不陌生 那我们接下来 邀请北京鸡水坛医院的 李旭博士到台上来 为我们做几个足球当中 常见的动作 带球 断业的盘带 盘带 这是第一个动作 再来下一个动作 盘带加急转 就是在这个比赛当中 或者说对抗当中常用的一些技术 过人技术 难度技术有点提升了 是不是 好 再来下一个动作 探过人的时候 做一些急转急停 急转急停 对 所以刚刚李博士 大概为大家演示了 三种足球当中 常见的运动的动作 第一个是带球 第二个是急转 第三个是急停 那在这三个动作当中 你们觉得什么样的动作 其实是特别容易伤害到脚踝的 我感觉应该是做急停吧 我觉得 就是一个全速奔跑的状态 突然急停下来 我觉得这是比较上脚踝的 我觉得 我觉得急转 假如说状态是这样的 那么急转的时候 它可能会跌过来 那么如果它的这个 限度力量过大 因为它急转 一般它的力量都会比较大 所以我觉得很容易造成这种扭伤之类的 说得非常对 为什么急转和急停容易伤到脚踝呢 这跟我们踝关节 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 它的位置是有关系的 因为我们正常行走 它内的外侧的这个 是它的肌腱受到的负荷是平衡 但我们做这些动作的时候 足是扭曲的 我们也许是内翻 也许是外翻 那么在这些位置呢 对于我们韧带的负荷 它是不平衡 它可能某一部位的负荷 会明显地增大 那么如果我们这些韧带结构 还比较完整 它配合得还比较好的话 我们也许不会受伤 但是我们如果出现一些 这方面的问题 那我们就很容易受到伤害 所以我们还是应该 尽量地避免这方面的伤害 好 非常感谢李博士 给大家带来的演示 谢谢了 辛苦 肌肉力量下降平衡 就会被打破是吗 对 肌肉力量下降 再有个体现 它承担负荷的持久性下降 比如说我们踢球 有的人我们就能完成 全场的运动 有的人我们可能踢十分钟 就不行了 就像刚才我们嘉宾 有十秒钟没问题的 今天我们属于是男士 是全军覆摸 那么我们这些肌群 它利弱 而且它这个持久性 下降的时候 它就很容易出现疲劳 那么疲劳就形成恶性循环 又造成它进一步的利弱 所以我们在利弱的状态下 如果我们还要从事 我们原先想要达到的动作 那就非常容易受伤了 子彦有没有发现这一点 现在可能就是跑不完全场了 现在基本上就是踢个二十分钟 然后跟队友拍一下 找尽上吧 我得歇会了 那要是超过二十分钟 你小腿的这个肌肉 包括怀关节周围 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很疲劳 很酸 所以说现在基本上就是属于那种 保障有力那部分 给大家送送水之类的 所以那你有意识到 你怀关节周围的肌肉的力量 变弱了吗 确实是 就是跟以前 像以前我讲说跑全场 小腿也没什么反应 但现在不行 现在如果要是过于疲劳的话 第二天是缓不过来的 无论是大腿还是小腿 还有包括我现在要跑时间长 包括跳 这个 怀关节周围 尤其是右脚这块 右怀关节就明显就感觉特别酸痛 所以现在我老他受伤 所以现在基本上就是适量 只能说适量 他跑不下全场 我现在连个半场我估计都肥劲 而且保护自己现在也有意识了 把自己全服装一下得 要不真的就觉得自己特别容易受伤 而且腿酸得不行 稍微跑一会儿 就是那个兴奋劲一过之后 自己的发力啊什么这些 都做得不如以前充分 对 然后觉得自己也 好像肌肉保护不了自己 所以急跑这种对抗之后 就真的需要特注意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 好 那第一个测试呢 的确已经发现了不少的问题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带着大家来做第二个测试 这个呢是一个 怀关节活动度的测试 王主任为什么要了解 怀关节的活动度的范围呢 因为关节我们其实就是 人体的轴承 所以我们需要它有很灵活的 活动范围 比如说就以踢足球为例嘛 我们前面李博士做的 急转急停的动作 那么怀关节是要扭曲的 不管它往哪个方向 它是要有弯曲的活动范围 如果你达不到这个范围 那么这些结构就会受到 更大强度的负荷 那么这个时候就伤害 非常容易发生了 其实活动的范围是极大的影响了 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的发力 如果发力要是出问题的话 那也容易受伤 对 除了发力以外 我们包括落地的时候 我们要维持平衡不能摔倒 那么这个时候脚子落地的位置 也很重要 对 那如果我们活动范围 达不到落地的这个要求的位置 那很容易受伤 那这个测试该怎么做呢 我们要邀请一位嘉宾上台 我们来一边演示 来一边解释这个动作 好 我们拿上一个道具床来 那么怀关节 我们不管测什么角度 我们首先要有一个基准点 我们把这个小腿和脚垂直的 90度的这个角度 我们定为零度 这是作为我们的基准点 然后我们让嘉宾做背驱的动作 背驱就是勾脚是不是 对 往上勾脚 两个脚要同时尽可能地 往最大的范围来勾 勾脚 勾脚来测量它往上的角度 15度 15度 这就完成了吗 我们首先要看它是不是对称 如果两边基本上角度一样 我们初步可以判定是基本正常 如果出现不对称性的 背驱受限的问题 就比如一个角 比另外一个角要差 角度差一些 我们就要做下一个测试 让嘉宾要屈膝弯腿90度 在这个位置屈膝90度的位置 我们再做足部背驱的动作 等同于大腿和小腿是乘90度 对 然后再来勾脚 再来勾脚 然后我们再测量这个角度 变成了30度了 是有变化的 对 下一位子燕准备 好 下一位流畅 那我们马上来看测试的结果 第二轮测试的结果是紫燕的左脚正常 右脚的活动范围受限了 流畅是左脚正常 右脚受限 小月是左右脚都是正常的 这个正常的勾脚的活动范围应该是多少 医学上呢 把这个脚和小腿这个90度我们作为起点 我们管它叫中立位 这个位置是零度 那么正常的范围呢 应该背区大概有10到20度的范围 所以刚刚小月两只脚都是15度 它就是正常的 对对 然后紫燕我记得才5度 你就是活动受限了 确实是 刚刚我注意到您其实是做了两次测量 为什么还需要测两次呢 因为我们发现了 比如嘉宾活动受限的问题 那么我们就要分析 这个活动受限到底来源于什么 因为我们怀关节它相当于一个轴承 那么轴承它往上的这个角度受限了 那它是因为这个轴骨头的问题 还是我们拉着这个怀关节后方的这个肌肉和肌腱 它很紧 如果是骨头的问题 那么我们在屈膝90度的时候 再做背区的动作 它是不会有改善 因为我们它骨头它是固定的阻挡 但是我们如果这个背区受限来源于 后方的这个肌群的柔韧性下降 或者肌腱它比较延展性差了 那么我们在屈膝90度的时候 后方肌肉就放松了 所以正常的情况下呢 我们还会背区是会有改善 角度会有5到10度的一个改善 那么通过这种测试呢 我们就可以大致分辨出 这个背区受限是来源于骨头 还是来源于后边的肌腱 那么刘畅指摇 他们两位呢 刚才测试我们都发现 它在区区90度的时候 背区角度是有改善 所以可能更大程度上是来源于骨头的问题 我们还是再一次呢 把这个模型呢交给王主任 您帮着大家来判定一下 骨头大概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就有可能会再进一步地 引起怀关节的受损 我们说怀关节的背区 它主要是怀关节前方的骨头 那么怀关节它是由 颈骨远端和这个聚骨组成的 这个地方呢 我们在运动的时候 有的时候呢 在颈骨的远端和聚骨的这个位置 它可能会出现反复的碰撞 或者是慢性的刺激 或者是脚踝反复的活动 产生慢性刺激呢 会造成这个颈骨远端的前方 还有这个聚骨 颈的这个部位产生一些骨刺 那么这个骨刺大到一定程度呢 它就会在我们背区的时候 它会挡住 两方面的骨头碰撞到一起 那么就会造成我们的活动受限 出现疼痛啊 或者这种慢性的这种损伤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踢球模拟的动作 那么我们在踢球的过程中呢 我们看这个蓝色的部分 这聚骨的前方 它会和球反复地碰撞 而且我们的脚踝 前方有关节囊在反复地拉伸 这种碰撞和拉伸呢 就会造成我们的聚骨这个位置 慢性的刺激 造成这个骨头 逐渐地产生骨坠 那么大家可能会听到一些说法 叫足球怀 或者是运动员怀 如果它这种像骨刺也好 骨坠也好 长时间存在的话 会再进一步地加重 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 出现损伤吗 确实是 它这种骨坠 首先是对我们的活动范围的阻挡 但是我们还继续从事这种运动 它反复地碰撞 就会产生一种慢性的疼痛 或者我们运动以后疼痛加重 或者产生肿胀 进一步的伤害 你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吗 就踢球的时候脚背那个地方 靠上端会疼流畅 会会会会 而且就是运动完之后 会有明显的疼痛 即使不踢球 就是走多了这个 这右脚踝关系上面都不舒服 就感觉就特别酸泪的那种感觉 所以通过这个活动度的测试 就发现了一些问题了 那刚刚您提到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是因为我们小腿后面的肌肉 出现了问题 也会影响到活动度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可以看到小腿后方 它其实分为三个肌群 包括内侧和外侧 还有后方的这个主肌群 那么后方这个主肌群呢 它是我们管它叫小腿三头肌 三头肌它是两部分肌肉组成 包括深层的比目鱼肌 和浅层的肥肠肌 那么这三头的肌肉呢 最后汇聚到足根后方 形成我们人体最大的一个肌腱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根腱 如果小腿后方的这个肌肉 它延展性啊 柔人性下降的情况 那么我们再做某些运动的过程中呢 比如说我们要起跳 那么我们因为这个肌肉紧张 就造成我们肌肉运动的过程中 这个力弊变短了 那么力弊变短呢 势必要造成我们完成相同的动作 那么肌肉和肌腱的负荷会增加 它会造成这些小的肌腱内部 有的时候会出现微小的拉伤 或者出现这个肌腱疲劳的 疲劳性的退化 那么这些表现呢 都会造成我们这个筋的质量下降 质量下降 它就会变脆 它延展性容忍性差 它会变脆 如果我们再做猛然的起跳 就是或者我们没有任何准备活动的时候 突然的这种发力 会造成这个肌腱的断裂 会造成断裂呀 对 就像比如说我们熟知的刘翔 还有我们的一肩帘 他们 其实他们的根腱断裂的原理 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小月在你们就是跳舞的那些小伙伴当中 有没有因为就是跳一跳 把自己的后面的这根大筋跳伤了的 很多 很多时候老师在最开始 我们去做一些准备动作 或者是说你课前热身的时候 老师都会经常说你撑撑跟腱 因为它在后面有跳 跳如果你没有落好 或者说跟腱没有撑开的情况下 就会发生主任说的跟腱就损伤 所以这个是经常见到的在跳舞中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 接下来我们带着大家来做第三个测试 看看我们踝关节的健康情况 这个测试呢是叫双脚体肿测试 这个测试的目的是什么呢 这个测试是帮助我们了解 我们的下肢的立线是不是直 这立线到底是什么 我们还是再一次的把这个模型的交给王主任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正常的怀关节 站立的时候 后方小腿和根骨 它是有一个稍微往外偏的一个角度 我们把这个叫正常的外翻角 那么我们在踮起脚尖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要看后方的这个立线 那么正常情况下呢 我们在踮起脚尖的时候 后方小腿和根骨之间 它也是有一个轻度的外翻 或者是它是完全直的一条直线 也是在正常范围内的 所以我们做这个测试呢 就是让嘉宾要拍两张照片 一张是直立 双脚站立与肩同宽 脚尖要冲前 然后从后方拍我们小腿和根骨之间的角度 然后另外一张呢 就是要双足体肿 提到最大 然后在这个时候呢 再拍后方的这个角度的照片 好 那我们在录制之前呢 已经让三位嘉宾呢 拍好了相关的照片 我们先来看一看 这是紫燕的 感觉好像不太直吧 内扣得有点严重 不直啊 好 那再来看下一位的 这是流畅的 我觉得她的好像比较直吧 我好像往外 一样往外歪我那个内线 好 再来看下一位小月的 我感觉好像挺好的 好 那到底这一轮的测试结果如何呢 紫燕 内翻 流畅正常 小月也是内翻 我们可以看到 紫燕在双足站立的时候 可以看到她这个线还是比较直的 我们管这个算是在基本的正常范围内 那么紫燕踮起脚尖 这个角度是往里拐的 所以我们管这个字叫内翻 流畅它算是比较正常的 它无论是它站立位 还是它踮起脚尖 它两侧的角度都是直的 或者有轻度的 有一点往外偏 所以这是一个 我们管它叫正常的一个 外翻的一个 生理性的外翻的角度 小月的她这种情况呢 我们看她直立的时候是 基本正常的 但她把脚尖起来呢 还是存在一定的内翻 所以通过照片 真的是看得一目了然 好 现在三位的问题呢 都已经找到了 那可能体现在紫燕跟小月的身上 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足是有内翻的 内翻 内翻为什么就会引起来 我们的足怀经常容易受伤呢 那么我们说呢 怀关节其实它除了骨以外 它周围的这些骨一骨之间的 这些软组织连接 我们管这个叫韧带 那么怀关节的韧带呢 它周围有三组韧带 那么这三组韧带呢 分别分布在不同的位置 转过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很粗大的 这是内侧的韧带 我们管它叫内侧腹韧带 或者叫三角韧带 这个韧带是非常的硬韧 而且厚的 所以呢它呢 不太容易受到伤害 那么我们把这个转过来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怀关节的前方和后方 那么这是一组韧带 我们管它叫夏锦菲联合韧带 那么我们再转过来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怀关节外侧的韧带 那么这个韧带呢 它可以分为两树 那么这两树呢 相对于内侧 和夏锦菲联合韧带呢 它就显得非常的薄弱 所以我们在运动过程中呢 往往是很容易受损伤的 也是这个外怀的韧带 那么如果我们的轻度外翻 或者直的情况下呢 就是我们做一些 比如说内翻扭转动作的时候 这个韧带还好 如果内翻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这个足部 是内翻的情况 那么这个外侧的韧带 它受到的张力 就会明显增加了 对 感觉都被拉紧了 对 所以它就比正常情况下 受到的应力 承担的负荷要大得多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外怀韧带的伤害 的几率就又增加了 所以呢 在比如说踢足球啊 打篮球啊 跳舞的时候 它容易发生什么问题呢 我们在落地的时候 足是比如说 折曲或者内翻的状态下 那么这个韧带 如果很大的力量 施加在它上面 超过了它的生理极限 它就会出现这种撕裂 或者断裂的情况 那么我们这种撕裂和断裂呢 如果我们经过一段的修养 它慢慢地长好了 愈合了 它有可能 它在原位 正常的位置长好 但也有一种可能 它不在正常的范围 它这个韧带变松了 或者拉长了 那么这种情况呢 就会出现我们 常说的习惯性的崴脚 所以子彦 你在踢球的过程当中 经常容易崴脚吗 对啊 反正每次踢球 多少都会崴脚 小月呢 跳舞的过程当中 会经常崴脚吗 崴脚倒没有 小月呢 她为什么不崴脚呢 她通过她日常的 肩骨的训练 她的肌肉力量非常强大 所以肌肉力量强呢 我们就可以代偿 我们这些内翻啊 包括韧带薄弱的 这些缺陷 好 那今天呢 带着大家来做了 三个测试 都多少发现了一些问题 那么通过三轮测试 在运动当中 容易发生 踝关节受伤的 需要亮起警示红灯的事 紫燕 是你 我才知道说话 你的面前亮起了警示红灯 它三个方向的测试 包括平衡能力 还有它的这个 生理性的力线 还有活动范围 它都是相对要差一些 那怎么样才能够让大家 虽然是出现了问题 但是在以后的运动的过程当中 尽量少受到伤害 尽量地保护好我们的怀关节呢 那接下来咱们要通过 几个运动的方式帮您来改善一下 怀关节的健康的程度 那我们还是有请 李旭医生到台上来 教给大家具体的做法 李博士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刚刚我们说 如果要是下肢的平衡力量 变差的话呢 有可能是说明 我们小腿的肌肉力量不足 那怎么样来改善 小腿的肌肉力量 来保护怀关节呢 来刘畅 你到台上来学一学 在家里呢 我们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运动 来改善我们下肢肌肉的力量 比如在家里 我们可以先找到一样这样的椅子 然后我们可以用手扶在椅子上 来维持我们身体的平衡 但要注意的是呢 我们不要把力量集中在手上 因为我们主要练下肢的力量 首先我们做单足站立 然后慢慢地提起脚跟 做踮脚的动作 脚跟尽量往上抬 维持十秒钟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来 然后再慢慢放平 双脚交替来做这个动作 一开始我们可以 每天做三组 每组做十次 随着你的适应的程度越来越大 然后根据你的感受 可以逐渐增加 那增加到每天一百次左右 是合适的 哇 一只脚做一百次啊 所以要根据你的感受来增加 一开始你做不了的话 可以次数少一些 但是越来越来 我们要增加我们的次数 来进一步提升我们下肢的力量 哦 这个确实有一点难度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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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是来提升和改善 我们小腿肌肉力量的锻炼 那刚刚我们测试的第二个问题啊 就是大家的踝关节的活动度 有可能会受到了限制 跟我们好像说小腿后侧的筋腱 比较乱缩 比较紧张有关系 那怎么样能够放松 小腿的这一部分的肌肉和筋腱呢 在家里可以采用毛巾的方式 来带偿我们的小腿肌肉紧张的问题 嗯 好 我们拿上毛巾啊 您来做一个演示 坐在床上或者坐在地板上 然后选一个家里常用的毛巾 好 然后我们把鞋脱掉 这样我们锻炼的效果会更强一些 然后我们平坐在瑜伽垫上 然后把毛巾环绕你的前脚掌 我们向身体的方向来拉这个毛巾 也就是向后拉 这样缓慢地拉 你可以感受到小腿后方 有一个拉伸的感觉 对 如果你的小腿后方的肌肉比较紧的话 你是会有一个酸痛的感觉的 有吗 现在是有这种酸痛的感觉 有 如果这个动作你做不到 可以再稍微抬起腿一下 这样感觉就会更强烈一些 是的 也是维持十秒钟 通过这个训练呢 我们可以改善我们后方 小腿肌肉的一个紧张度 增加它的柔韧性 这样也会让你的滑关节的背身 得到一个更好的改善 也可以每天做三组 每组做十次 嗯 好 左右腿都应该来做的 回去一定要好好坚持 是是 好 可以先回到座位了 好了 嗯 刚刚的第三个测试呢 是看力线 如果要是力线不正的话 也有可能会引起怀关节的受损 那怎么样来改变力线呢 教一教小丁好不好 可以通过增加怀关节外侧肌群的力量 来改善这种环内翻的一个现象 那首先我们也是在家里准备一个凳子 或者可以坐在沙发上 那我们先坐过来 好 先坐下来吧 然后怎么做呢 然后我们会有弹力带 首先把弹力带环绕双脚 会有一个比较紧的感觉 我们可以双脚分开一些 这样增加一下它的阻力 这个时候呢 保持一只脚不动 另外一只脚做外旋的动作 也就是脚尖往外撇 注意脚后跟不要抬离地面 也是维持十秒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然后休息一下 这个时候发力的时候 是我们耳关节的外侧的肌肉 一般是肥骨肠短肌 每天可以做三组 每组做十次 然后根据我们的感受来逐渐增加 这样我们通过锻炼耳关节外侧的肌群 来改善它这种足内翻的现象 好 这个就是左右脚要交替进行吗 对的 每天这样我们保持下来以后呢 我们的肌肉力量会得到一个 比较好的改善的 小月做完之后 怀关节有什么样的感觉和变化 我觉得就是这个外侧很酸 就是感觉 这个好像我们平时锻炼 很少去顾及到的一个部位 好 回去之后也要好好地 反复地练习啊 小月 非常感谢李博士 谢谢 好 谢谢主持人 王主任刚刚呢 其实李博士教给大家的这些动作 都是主动地来改善我们 怀关节周围的活动度啊 肌肉的力量 那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怀关节的损伤还依然存在的话 还有没有一些辅助的护具 能够更好地保护怀关节 如果我们怀关节比如说出现了损伤 它存在一定的松弛 那么我们如何用外力来增加我们这个怀关节的稳定性呢 我们可以采取比如积贴的方法 那么它作用呢就是通过外面的固定 来增强我们薄弱的这个韧带的这个稳定性 给一个外力 对 包括这样的护怀也是 这东西得怎么用呢 就是这样贴上就行吗 它是非常讲究的 它一定要顺着我们松弛的反方向来贴 比如说我们这个病人是外侧韧带的松弛 那么我们在上下我们要贴 然后我们要让这个足外翻 然后来顺着这个反方向来贴这个贴 积贴 这样呢我们才能增强我们外侧韧带的这种稳定性和强度 那如果我们比如说怀关节一直不稳定的话 跟医生学到了这个专业的做法之后 回家可以自己来操作吗 完全是可以的 但说实话这个还是有一定的技术要求的 有没有更为简单一点的办法 能够更适用于普通的老百姓 比如说我们前面说到的生理性的内翻 先天发育引起的内翻 我们还可以通过足垫的调整来改善我们的内翻 像这个 这是左脚的一个示意图 我们看左边这张图呢 它这个足是有轻度的内翻的 那么我们通过把内侧 把外侧垫高一点 那么它这个内翻的角度就会得到纠正 当然这个呢 我们要根据每个人 它内翻还是外翻来定制鞋垫 效果会更好 等同于它经常是这个方向往外歪 容易习惯性的崴角 对 所以就用一个厚一点的东西把它给垫起来 对 它就正了 我们通过足底的这种压力分布的改善 那我们来调整它的上方的这个力线 它会大大的减少我们伤害的几率 其实通过今天的这个节目 王主任跟我们介绍了很多有关于怀关节 怎么去正确地保护它 避免我们受到伤害 其实说到底 我觉得运动它本身就是一个技术活 咱不能说为了这个运动 单凭一腔热情你就冲上去了 开始盲目地运动 而应该更好的 把整个自己的身体的条件 都得以改善了之后呢 才让我们再投入到这项运动当中 才可以获得更好的效果 好 非常感谢王主任今天给大家的介绍 非常感谢主持人各位嘉宾 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下期再见